大家都要来排队买东西了 然后你要借这个机会 赶快为他们祈福 年轻人感情快乐 事业顺利 愿他们交到好朋友 愿他们穿衣服健康快 你要不能停止这个 如果你停止了这个呢 你又失去悲心了 哇他们在排队排队 准备去拿佛经 然后呢准备去将来要发愿往生净土了 他们可以拿到很多钱啊 等等等等 你要一直这样去想 当然我出来以后 发觉外面的路边的衣服店都没半个人 冷清的要命 当然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你要推动佛法经营事业 你真的要有脑筋 香港我刚刚提的这两家 我一直分析他们 他们在的是平价又有水准的东西 不太贵 但是也不是说太便宜 但是外面的 居然生意都被抢掉了 因为要么就太贵 要么呢就没有品牌 现在年轻人说 我这个是uniculo的呢 至少三百块人家是uniculo的 所以那这种倾向 就像现在的廉价航空 各班都客满一样 因为他满足了这些年轻人 因为现在的时代又变了 你如何走到这种状态 所以那当然也要祈愿 希望所有的店家开始改变 你不开始改变的话 以前的着货店几乎都没有了 现在都变成seven了 变成全家府了 传统的越开越小 有些还坚持在开 如果他家是他的家 没有房租老人照顾 还可以生活 如果他比较大一点要付房租 他大概都不行了 所以当然我们学佛的人要与时俱进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我想形成波罗波罗蜜多史 是我们修学的重点 如果你不形成波罗波罗蜜多史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空性 但是你要看到空性 不离开你眼睛看到的 这些世间法的源起 这些所有世间的因缘所生法 不管是人也好 事也好 心态也好 都是个因缘所生法 如果你跳脱了 这个因缘所生法的真相 因为你要找到一个空性 必须把这个因缘所生法 这支麦克风 这本书 这个法会 分析到究竟 这叫形成波罗波罗蜜多史 分析到究竟 然后你才看到他的本体 但是看到他的本体的 无自信平等的空性 会没有分别 但是你就不能够离开 从第一层解剖到最后一层 一点都不能离开 你不能跳脱 如果你跳脱这个 观察源起的过程 而只讲空性 你变成没有悲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被解剖 就像解剖自己的儿子妈妈 然后最后看到他本体 乃至他死亡 那个对我们都是伤心痛苦 很多事情 了解了 看开了 你会觉得 那个过程 真是个痛苦 从生到死 就像现在的 从把你的婴儿相变 慢慢变成你90岁 然后最后死了 人是很快的 他会让我们提早觉悟 所以一个人面对 无常生老病死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觉悟 的祝愿 这个无常生老病死 就是个元起法 元起法都是什么 来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真的 但生灭的时候 就是一种离开 一种分离 一种死亡 一种 你掌控不了 凡是在一起的都会分开 凡是有生命的都会死亡 凡是做高位的都会下台 这个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 所以有一句话 比如说你问你的老公说 你爱不爱我 他回来去 我迟早会离开你 他讲的是真相 因为就算爱到死 还是会分开 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事情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因为凡是这一点 当然你要自己去思维 如何让自己能够超越 因为我认为敌人一定是自己 所以当你内心有起心动念 不是很平静的时候 你要赶快回光烦躁 但是技术以后 千万不要把事情怪给别人 如果把事情怪给别人 是自己的脆弱的问题 所以佛教的智慧是一种力量 然后任何一个顺境 任何一个逆境 顺境我们就要了解无常 要欺负 逆境呢 这是我们智慧的问题 消业障 如果你懂得这样回光烦躁 那你情绪就比较稳一点吧 然后进一步 你的痛苦 你的快乐 大概每个众生都在绝求 但是我们要去关心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坐在一个位置 我机场前面这么多人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有时候我在念佛 我在想说 我到底在为谁念 如果我今天念佛 只是我想要多念 多念 这样我代表我保持正念 然后我是个修行者 我又不是大乘佛教了 所以有一次有个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什么是念佛 我就问他说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就是希望你快乐 自在 在莲花的世界 然后将来就可以成为一个圆满的 所谓佛陀 所以我想不是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 欧玛尼别美佛也是这个意思 欧玛尔巴尘那地也是这个意思 连伯若心经也是这个 你必须要有一个利他的 悲心的动机要很强烈 这一点要守住 如果你离开这一点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有分别性 哪一个法高哪一个法低 就会有问题 我对你错就会有问题 所以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修行 但是在做很多很多的修行 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原点 我们的原点 就是我们这一颗心 我们这个心是不是保持在一个平静 来自佛教讲的涅槃极静 来自在一种了解幻化 来自在了解这个心的本性 虽然是空性显现的是悲心 一个热忱 一种悲心 一种不舍众生苦的强烈 那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动机放在这边 当然我认为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很容易起心动念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光返照 你不回光返照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超越佛法 超越佛法的范围 佛法是一种极静悲心 所以念一下空心 大悲心 菩提心 那我想这是佛法的根本 我们要时时刻刻归佛 归法归身 离开了这大秤的三皈依 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那我们就已经 就像我今天上台坐在这边 我必须把自己调整得很好 因为我上台就在影响着各位 也在影响着我们现在有直播的电视 有些人还是愿意看 所以 然后你的心态马上会影响他们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影响 是让它达到一个平静 一个悲心 特别因为很多人问我问题 现在有网络啊 透过各种方法 我都会 我都会偶尔看一下 但是实在回答不完 实在回答不完 但是 只是 我后来变成看到 因为我有微博啊 微信啊 赖啊 脸书啊 那很多 这是你传一个脸书 后面就有一些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 你想回答还是不回答 但是我后来我发觉没办法 因为实在时间不够 但是至少我会有一个念头 我会帮他助念 但是我 我没有回答他 我只是帮他助念 希望他健康 希望他满怨 希望他事情解决 祈求佛力加持他 比如说我的观想方法很简单 我也教各位 比如说 我看到这个本师释迦摩尼佛 然后不会把本师释迦摩尼佛 放在我心里 然后有本师释迦摩尼佛的光 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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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说话 荣率对方的这个问题 这样 因为我认为佛力无边 虽然我没有办法时间回答 所以甚至要写东西 但是我还是 对方这个机会让我多一次的念佛 但至少我有就做了 特别有些 有些大陆局势很喜欢供养 供养个200块人民币 很多了 但是他会写了一个两个三个问题 甚至写了一大堆问题 师父我有六个多台台额 名字都写在上面 你也顺便帮我超度 那以前我都会帮他再分配好 三十二项功德写了六个名字 后来我发觉实在没时间了 他们实在是很会传播 一个传播一个 非常好 但是我只能用我的心 那么佛杰法的要注意 就是念那个咒 他出佛 加持着六个小朋友 前面可能会这样念一个 欧阿宏 自己身口意 甘露死死 所有功德先供养 对吧 给我念一下 欧阿宏 对 就是先把自己身口意 包括佛菩萨的身口意 功德供养他 乃至 欧阿宏也是一个忏悔业障 净化 让他身口意的业障 得到净化 所以你可以念三遍 欧阿宏 第一遍是 诸佛菩萨的身口意 加持他 欧阿宏 第二遍是诸佛菩萨的力量 净化他的业障 第三遍是诸佛菩萨 也包括自己的功德 都融入于 然后融入他的身体 身心里面 欧阿宏 再来你就念一下 你的佛号 阿弥陀佛 欧阿弥陀佛 对你在报纸上 乃至在媒体上 所看到的任何一个 变化无常的新闻事件 都给予一个世间的福报 跟一个初世间的加持 然后我想这样 你就对我们这个 缘起的这些世间 你就很多次的福会双修 欧阿弥陀佛 欧阿弥陀佛 伴侦菩萨陀佛 欧阿弥陀佛 都可以 甚至他生病 欧阿弥陀佛 要让我们别干净 马上别干净 人家三遍可得说话 甚至这个事情比较多一点 那你就加一遍甘露事实 然后把它住一座 点一支箱 为它布施一点水 所以我在车上 经常一直来开窗户 我只要听到一件事情 别人告诉我一件事情 想到一件事情 我就抓一把米 我替它修福报 撒一点点水 让每天自己 对每一件事情 都生起一个责任 一个付出 那我想这个就是 掌养悲心 多思维空性 那这两个资粮够了 那我想离菩提心的资粮 就会越来越远 但是我认为 世间本来就是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苦 是一个苦 因为很多事情 早上快乐 马上下午就会变化了 澳洲大火过去 再来就是肺炎 肺炎完不知道 还有什么事情 反正永远有事情 所以来 公司发财 工厂顺利 今天领奖金 老板今天要发点红包 然后不用上班回家 以前我做旅行是 大年开工就是赌博 旅行社人最喜欢赌 老板要干嘛 赌输 你不要赢钱 借机会让大家快乐 然后在快乐完了以后 再来讲怎么硕士吧 但是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有个反应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对外在的事情 没有感觉 没有反应呢 代表你就已经 进入个人解脱道了 这是罗汉的心态 罗汉的心态 我好就好 我坚持我的对 他跟别人格格不入 他会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菩萨的看法呢 是万法都是虚幻的 但是对外界都要有反应 要有反应 但是这个反应 不能有情绪的反应 不能有情绪的反应 当你在睡觉 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你干嘛打我 你干嘛骂我 各位你要养成习瓜 任何反应都是一个微笑 今天对外我给你砍了 这样就好了 我祝福你 我祝福你 结果你被杀了 流出来的血是白色 这样而已 因为你在这里面没有憎恨 这个红色的血恐怖恐怖 恐怖 白色的甘露 让人家觉得说 怎么会 对方会生起一个特殊的心态 为什么会有白甘露 因为它是清净无成的 慈悲的 连流血都不让对方感觉到恐怖 所以修学佛法教 让别人觉得 就像我各位看观音菩萨 看绿度母 看诸佛菩萨 他们的像 他们的脸 他给我们的心态 都是永远柔软 接受我们的慈悲 那既然大家决心 学佛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那最好不要把自己的情绪 转移到对方的身上 我们要透过 我们转移出去的是一个 佛菩萨的一种关怀 慈悲 这个世间没有对错 只有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 就是希望对方好就好了 而且不舍弃任何一个生命 有时候我们一个鬼 我们都不舍弃了 一只小小的动物 我们都不舍弃了 就是尽量告诉你自己怎么做 因为没有一个不能成佛的众生 只是我们如何创造因缘这样而已 好 那现在今天也是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定光古佛圣诞 定光古佛应该叫燃灯佛 今天也是一位念下清水祖师圣诞 所以为了这一次的肺炎 我那天特别跑到三峡祖师庙去求 因为清水祖师有这种防 这种疾病的传染病的一些叫法 当然我不会 但是至少祖师的力量一定在吧 但是我认为任何一个祖师 他们的 我认为你再是想像